福利乡乡长江东城 东里村长刘清和头目 以及社区的热心民众 共同参与东里村及阿哥赛部落 以及东里村大庄路扫街活动 而本月江乡长跟清洁队前进东里村 针对部落周边以及东里村道路进行清扫 大家共同分工合作 将社区的环境彻底打扫清洁 福利乡长江东城 东里村长刘清和头目 以及社区热心民众 共同参与东里村及阿哥赛部落 以及东里村大庄路扫街的活动 这个月乡长以及清洁队前进东里村 针对部落周边以及东里村道路进行清扫 大家共同分工合作 将社区的环境彻底打扫清洁 部落乡村的大大小小的主人 都自动指发地来到清洁的一个会场 你看这个是台76线 之前可能有一些风灾的一个状况 造成环境的一些损害 你看今天大家 经过大家的同心其力 把整个的马路啊 真的幻染一级的完全不一样 而且你看乡亲土巴克 把那个边坡的相关的渣草还有树枝啊 其实社区环境与所有的民众生活息息相关 透过这次活动能够让社区居民感觉社区的改变 同时也让街道变得更干净更美丽 为了维护环境一份心力 也让居住的环境更加的舒适 共同营造优质的生活环境 建立干净、整洁、优美的神像 强化大众自主参与 以及维护环境的责任 记者高松松复理箱采访报道